今天这个视频的话我们看经典力学的另一种提醒就是在电梯的提醒 那这一边的话我们有一个人他拉着一个平台 然后他是挂着在这个动画轮上面的 那他有做两个运动他会找他平台对他的支持率是多少 就是Fn的指是多少 那我们这边第一个选项是等数向上运动 那我们先把一些数据先整理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有人的质量是60公斤 平台的质量是20公斤 然后我们的第一个运动是等数向上运动 等数向上运动的话的意思就是A等于0ms22 我们就是运速上去的 那我们这边就没有加速度的概念 好那加速的话我们把题目的数据写出来过后 我们就判断那个物体跟人的力 就是受力图了 我们先开始把这个人跟平台想象成是一个物体 那我们就看他这个滑轮就挂着他嘛 那我们就会有 对于这个物体的话 他的受力图是什么 我们对于这个物体的话 我们就把他想象成有两个力在拉着他 一个是左边的绳子 然后另一个是右边的绳子 那这两个绳子是同一个绳子断来的 所以你如果拉我5牛顿 代表我也拉你5牛顿 那我们两个提的只是相等的 然后他就会支撑谁 他就会支撑下面这个平台跟人的重量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把它们想象成是一个物体先 然后这个滑轮挂着他们 那我们就有这个关系 那我们先做合力 我们先做这个物体的合力是多少 我们先做物体的合力 那他讲他向上运动嘛 所以我们就把往上的运动取正 往上的运动取正的话 我们就有2t-w等于0 为什么后面这个等于0 是因为我们的a是0嘛 所以我们向减的话 我们就拿到0 代入拿到0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系 就是2t等于w 然后我们的w的值是80乘9.8 那为什么是80乘9.8 是因为我们在算的是 整个物体跟人的总质量 总重量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我们就找到t等于392牛顿 那这个392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一边绳子会有392 这一端也是有392牛顿 那来支撑你 你和这个平台的重量 那接下去的话 我们就看人的受力图 那人的话受多少个力啊 我们只针对这个人 那人的话就有一个向上绳子拉着他的力了 所以你看到有一个绳子拉着他 然后平台有支持他 所以平台也是有一个向上的支持力 因为你站着这个平台嘛 那平台就会给回你一个力向上的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向上的支持力 然后还有人自己本身的重量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的话 针对人的话 他就收到三个力 拿三个力 第一个是绳子的拉力 392牛顿 然后还有平台给回他的支持力 然后再来他自己本身的重力 这个是针对人的 这个是针对整个平台 因为他要的是 是计算平台对人的作用力 这个咯 我们要找的只是这个FN 好 那我们把图画好了过后 我们就算他的 总和力是多少 那我们就写 那这边的话 他的受力有什么力啊 我们就这边就会有取往上了 因为他向上运动嘛 所以我们向上是针的话 就T加FN 减W等于0 因为一样啊 我们的A是0嘛 好 那我们要找FN 所以FN就会等于W减T W的话是人的重量来的 那人的重量是60乘9.8 减 刚才我们找到了392 那最后我们整理的答案是 196纽顿 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人的重量大概是在560多 我们把60乘9.8嘛 那我们的人的本身自己的重量力是 580多纽顿 580多纽顿的话 可是这个平台只支持我196纽顿罢了 也就是如果我有一个秤在我脚下的话 这个秤的读数会显示196纽顿 那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本身的重量 580多纽顿 原因是因为这边有一个绳子把我拉上去了 所以当它把我拉上去的时候 它把我的重力也分担掉了一些 分担了392纽顿 所以这时候秤子会读到 我向上的这个支持力的数据 也就是196纽顿 好 这是A选项的解题 我们答案就是 196纽顿 平台对我的支持力是196 那第二个选题的话 它就帮比较复杂一些 它就提到它是做向上减速运动 向上减速运动 所以一样是向上运动 可是它是减速的 代表什么情况的时候是发生的 你搭电梯的时候 你快到你的楼层的时候 那个动作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感觉你的体重或者是你的身体 会往上浮起来 那这时候你的支持力 平台对你的支持力就会减少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你的身体 因为惯性 你会向上运动 你会有一个往上浮起来的感觉 那这时候你的支持力 应该是更小的值的 那我们解看这一个支持力是多少 那同样的受力图都一样没有变 那我们第一个的受力图已经在左边画好了 我们就直接带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算了合力等于MA 我们第一个合力是算平台的整个作用 那就是找我的T的值是多少 那我们一样有2T-W等于MA 我们的2T- 那这里的W的话 就是带我们的总的重量了 就是80乘9.8 等于这里的M也是一样 我们带80 然后这里的A我们就要带负2了 为什么是负2 因为这个A还有提供你 它讲它是2MS负2 然后它是做减速运动 减速的话我们这边会放负 所以我们注明一个负代表 它是减速运动 因为我向上嘛 然后我要减速的话 那我的方向这边就有一个负的方向 那我就把这个式子稍微整理 我就把T可以整理到是312纽顿 312纽顿 那我们看回去之前的解题 我们这边算到392纽顿 那这里算到312纽顿 为什么变少了 那刚才我提到了 你因为你要快到你的楼层了 你这时候你会有一个关系 你会往上飞 往上浮起来 那这时候绳子的拉力也会减少 因为你的重力往上飞一点了嘛 所以我们拿到绳子里面的拉力是312纽顿 在这里 好 这一端是312纽顿 这一端也是312纽顿 好 那下去的话我们就看人 当然只看人的话我们就有这个图了 这个图就是我们的受力图 人的受力图的话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它的合力写出来 这边我们做的是人的合力 所以一样的我们会有t加fn-w等于ma 然后这里的t我们有了 我们要找fn 所以我们整理fn等于w-t加ma w是60乘9.8-312 刚刚我找到的 然后加60乘-2 好 那我们就把它整理的话 我们拿到答案是156纽顿 那这个答案也是合理的 因为刚刚我已经解释了 你这个答案应该会小过196的 因为你这时候已经快到楼层了 你的身体因为惯性 然后往上浮起来一些 然后你的秤的读数 就会显示你是156纽顿 那这个t型的话比较复杂一些 那他要理解的概念比较 比较细一些 所以我们这边做样子的解题 那同学你看一遍 看你可以有办法自己把它解出来嘛 那今天的视频解题到这里